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本的练习题 应该蛮简单的 第一题 黄敬毅 男女两性生殖系统中 能产生生殖细胞的器官是哪一个 哪两个 C睾丸和卵巢 非常简单 很直接的一个题目 第二题 下列关于生殖细胞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精子较大 有肠尾能游动 B是一个有生殖能力的女子 一年排卵一次 一个健康的男子 一生能产生一亿个精子 软细胞是人体最大的细胞 无尾不能游动 答案应该是B是正确的 其他错在哪里 精子胶大就错了 它应该是比较小的 如果我们讲 这边胶就是比跟软细胞相比 软细胞比较大 精子比较小 一个有生殖能力的女子 应该是一次的月经周期 就排一个软 换句话就是一个月排一个软 一年应该排12个 所以这里就不是一年排一次 一年可以排12个 一个健康男子 一生能产生一亿个精子 如果你翻看上面 一个健康的男生 他一滴的精子 一滴的精液里面 就有一亿个精子 所以一泡就不止了 对 你一生中又 真的是很难 很难算 所以差很多很多 没有一亿个这么少话 这个应该是一滴 一滴的精液里面 就有一亿个人 所以不是一生 他不是一生 OK 第三题 林尼慧 人的胚胎发育场所 是哪里 胚胎发育的场所 在子宫 在子宫 一般上他会考什么呢 这四个 这四个结构 就是女性的生殖器官 的最重要的四个结构 卵巢是排 产生卵子 卵细胞 还有那个分泌 持基数 输卵管呢 就是受精的场所 子宫是胚胎发育的场所 然后呢 这个引道呢 是这个精子进来的 那个 的位置 好 那第三 第四题 陈宏 对受精的正确理解是 精子和卵细胞接触 许多精子进入卵细胞 精子 卵细 精子细胞核 与卵细胞 融合 还是精子的细胞质 进入了这个卵细胞内 哪一个 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受精的一个 解释呢 接触 接触 其实触碰不够的 触碰是不够的 它必须要呢 把那个 真正进入了之后呢 它的这个细胞核 会跟 软细胞的 也是细胞核 融合在一起 它必须要 细胞核 那个遗传物质 融合在一起 才算是真正的受精 OK 所以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自己的 才比较正确 第五题 陈子盈 婴儿诞生后 至少要大哭一声 否则往往呢 就会死亡了 这一哭的作用呢 是使 等下 有人讲有问题啊 这题 等下先 这一哭的作用呢 是使婴儿呢 怎样呢 即时的得到保护 照顾和保护 就是 就是叫你来 照顾他 那样子了 母亲或其他人 知道他活着 因为我不哭 你不知道我活 我哭了 你才知道我活着 肺张开 从此呢 开始自主的呼吸 出生后 非常痛苦 不哭呢 那就说明了他的 神经系统有问题 就是说他 出生的过程呢 很痛嘛 很痛就要哭啦 所以如果你没有哭 就代表你的神经系统 有点问题 不会好笑啊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OK 哪一个是答案呢 陈子盈 陈子盈 哪一个才是我们课本上 有教到 我们有讲解到的 哪一个才是 真正父的原因 婴儿父的原因 陈子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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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了啦 凯莉 凯莉 C 呃 C 是的 OK 凯莉C 所以是C OK 呃 这 被 肺张开 好 我们有讲到 因为在 婴儿在 呃 妈妈的肚子里面 他是被羊水抱着的 所以很可能那个水 羊水已经进入他的呼吸道了 对呼吸道 但是他那个时候不会死的 因为 呃 水进去也没有关系 他那个时候呢 是还不需要呼吸的 他的氧气呢 从妈妈的 呃 那个 呃 呃 其实从胎盘那里啦 从妈妈的 呃 血那边直接的获得 获得 所以他不需要 呼吸 但是呢 他一出师了之后 他就必须要把那个呼吸道的水呢 给排出来 让他可以开始呼吸 所以这个就是他酷的意义 你没有酷 代表说你的呼吸道还没有清 对吧 就是呼吸道还没有清干净 所以你根本哭不出声音来 被呛到就有点像 溺水这样子啊 溺水的人会 不会叫出声音的吧 对不对 所以啊 呃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指标 来看说 哎 你的这个呼吸道 还有没有水在里面 你会不会哭 所以用这个方式 OK 好 第六题 第六题 Karen 下列选项中 不属于青春期发育的特点是 身体迅速生长 出现第一性征 出现第二性征 还是呃 女孩蓝月经 男孩 有余经 B 第一性征 什么是第一性征呢 就是那个我们讲说 生殖器官 的差异 呃 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出现 生殖器官的差异 是不是青春期的时候出现 不是 就是baby一出世 你就可以看到有没有那个 呃 呃 奇固丁 我们叫他 广东话叫奇固丁 就是那个 因为小的时候呢 很小完了的 啊 有没有那个 啊 啊 比如 不叫 然后 那个女生啊 是 啊 是不是有 kip 啊 我们叫这 这样子分 你吃了哈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第一性征 对吧 那个 性器官的差别 OK 也奠定了他是男还是女 啊 所以这个不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的 是 是在 出世的时候就出现了 OK 所以这一个呢 第一性征呢 不是在青春期的一个特定 青春期是出现第二性征啊 第二性征包括什么呢 呃 就是 性器官以外的 像是来月经啊 呃 来义经啊 呃 乳房 男 男生有猴结啊 女生 长的乳房比较变大啊 等等 OK 第七题 理卫生 理卫生 构成月经主要的物质是 没有受精的卵细胞和精子 受坏死的 子宫 坏死的 内脏 病变流出来的血液 坏死脱落的子宫内膜和外流的血液 答案是东京 其实A好像也有啊 A的话呢 就是讲说如果你没有受精的你的这个软细胞也会拍出来 呃 当然算有是有但是它不是主要的物质 我们讲说主要物质就是说它最多 那个成分上了 成分上来讲是最多是哪一样 因为卵细胞也只有一个吧 对不对 卵细胞就是只有一粒罢了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它主要成分 主要成分是它 那个子宫内膜会增生了 它要准备还原 但是又没有还原它又会脱落 所以主要呢 这成分是这个坏死脱落的子宫内膜 还有流出来的血液 所以这个呢 才是月经的主要物质 OK 好 那接下来的简答题我来填一下了 随便填一下 那呃 填一下这个精子跟卵 卵细胞的那个形态是怎样的 蝌蚪 我们叫它蝌蚪状 精子像蝌蚪这样子 蝌蚪的形状这样子 然后有尾巴的 卵细胞呢是球状 球状像一粒球那样子 大小来讲呢 精子当然小很多了 卵细胞呢是最大的 最大的细胞 有没有营养物质呢 这个比较多 精子的营养物质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它要游动 对不对 它有尾巴 它要游动 它要游动 它不要有能量 营养物质 营养物质好像又等等 有没有想象 我记得那个卵黄 好像的营养物质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个 精子它是线粒体比较多 它产生能量的那个物质会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讲起营养物质 好像卵细胞 会比较多 所以精子这边应该是比较少 应该是这样 活动能力来讲 当然是这个有活动能力 精子有活动能力 因为它有尾巴 有活动 有啦 我讲有啦 这个是没有的 其实它 你讲说卵细胞没有活动能力 那它怎样从卵肠那边 移到这个子宫那边 它其实是被动的 因为输软管那边很多绒毛 所以它是借助这个绒毛帮它烧过去 子宫那边 所以它是被动的 它本身来讲是没有活动能力 OK 好 那第二题 一般来说成年的女性每个月呢 产生一个软细胞 但对某些人来说 有时候软细胞会同时排出两个成熟的软细胞 过后呢 再跟两个 精子结合 最终呢就会形成两个 两个受精卵 发育成两个胚胎 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一软双胞胎了 一软双胞胎 好第三题呢就 我们来看一下 青春期呢是人生中十分美好 十分重要的时刻 时期 在是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重要的时期 根据你所具有的知识 减速处在青春期的自己 现在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努力学习 努力学习 如果是来月经的时候要注意卫生的 这个等等的啦 反正课文里面呢 其实我们都讨论过了 那我在这边就不写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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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